接著我們依照抽籤順序,請登記第二號候選人徐昕穎女士上台發表證件。時間24分鐘。 各位鄉親總部,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章蘭體育生氣的立法委員,鄉親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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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鄉親好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新竹縣第一選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登記第二號的鄉親吟。 新吟是新竹縣土生土長的新竹女兒,我熱愛我的家鄉,所以在我拿到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博士之後,成為台灣第一位衛星測量女博士之後,我並沒有選擇 相對比較舒適安逸的大學教授或是研究員的工作,反而投入了一般人認為是比較吃力不討好,而且非常辛苦的民意代表的選舉。 所以我在過去擔任過新竹縣議會的議員,第16、17屆,兩屆的縣議員,也擔任過立法院第八屆的立法委員,四年。 一路以來都一直跟著我們的鄉親,一起為地方來努力,所以我了解我們鄉親的需求,也一直跟著我們新竹縣,一起來成長。 那這一次是新竹縣第一選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那我一直以來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能夠帶給新竹縣能夠有便利交通新時代,前瞻教育新格局。 優質生活新時尚,魅力觀光新氣象,以及貼心福利,新贏家。 立法委員是代表我們新竹縣的鄉親到中央去爭取經費,去發言、去建言、去爭取我們民眾的權益。 所以,新贏這一次再度地被中國國民黨提名為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我想,在我們便利交通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打通我們很多塞車的瓶頸。 我們要打通塞車瓶頸,可能有很多路段,我們必須要新建高架橋,新僻道路,或者是道路的拓寬,以及道路的捷彎取直。 那在新竹縣第一選區,我們的選區包含了虎口鄉、新豐鄉、竹北市的西區12個里。 還有關西鎮、新埔鎮、琼林鄉、以及堅石鄉。 那我們知道,在中山高速公路,五陽高架在陽眉段下來之後,頻頻地塞車。 所以,我們對於五陽高架繼續延伸到頭份,我們希望能未來道立法院可以來爭取,讓這一段的高架能夠加速地來進行。 那中山高速公路,在虎口新豐交流道,以及竹北交流道的部分,上下車也非常的塞車。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去改善這種中山高速公路,在我們新竹縣,這交流道塞車的情況。 在虎口鄉,我們知道,從鐵際路要往高速公路的部分,上下班塞車。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結彎取直,來疏通這個塞車的車潮。 那,從虎口到新埔到竹北,我們有很多的民眾在這三個鄉鎮,平常上下班路段經過的時候, 新湖路到義明路,這個整個的路段塞車,我們也希望能夠新闢道路,來疏解這個塞車的車潮。 那,我們在台一線的部分,台一線替代道路的第一期工程,已經在進行。 我們希望加速,而且第二期的工程經費,也能夠儘速到位。 那我們希望能夠推動,爭取最短的時間,全程通車。 那,從在台一線縱貫路的部分,虎口工業區門口,一直到民心科大這一段,也是上下班,這幾年大家覺得非常非常塞車的部分。 所以,在大三崎,新豐鄉的大三崎地區,我們也希望能夠新闢一條替代道路。 從楊德高中的後面,經過綠井莊園,經過建新路,到榮華新村,再穿越這個茄東溪,再接著到這個康樂路,一直到城鎮中學。 能夠跟台一線的替代道路,能夠來銜接。 所以,我們要疏通所有這個塞車的奢潮,來打通塞車的瓶頸。 那,在這個新豐康樂路,要往台一線民心科大的這個路段,上下班的塞車,也是民眾很希望改善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邊能夠來解決,看是要新闢高架橋,或者是我們怎麼樣讓這個道路能夠拓寬,疏解車潮。 那,在這個西濱,西濱快速道路,鳳鼻至香山段,這一段的高架,大家也一直希望,只剩這一段還沒有興建,我們也會在中央來加速地推動。 那,在我們的瓊林鄉,瓊林鄉的文德路和文山路,上下班的塞車,這個路段,我們也希望,可以來爭取經費,來解決。 那,關西鎮,關西鎮的正義路,假日呢,塞車也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地方上,也很希望,能夠有新闢的道路。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在中央來爭取。 那,新埔鎮,這個如何能夠最快速地,抵達竹北的高鐵站,這個浦東隧道的部分,新鎮也會在中央協助來爭取。 那,我們,這個各鄉鎮,都有很多需要爭取的。 那,也許今天沒有辦法完全講到,但是,新鎮一定會在中央,跟我們地方,新竹縣政府,以及我們各鄉鎮,一起來努力。 中央地方連成一條線,那我們協助爭取這個各項的經費,來讓我們的交通更好。 那,既然交通會塞車,就表示我們的車輛變多了,所以呢,各鄉鎮,對於停車場的新建,也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我們未來,在各鄉鎮,有規劃停車場的部分,我們也希望能夠爭取經費,來新建停車場。 不僅這個,我們交通便利,我們也希望民眾能夠好停車。 那,這個,交通的部分,我們也要兼顧人行,行人的部分。 所以,很多的人行步道,我們希望來建置,以及優化,讓這個人行步道,可以更加的平坦,好走。 那,另外,對於我們年長者,老嬰家的湊差,還有學生的上下學通勤,通勤族。 在上下班的部分呢,我們要來增加這個通勤的這個公車的班次。 所以,新營也希望在中央,來爭取更多的補助,來加強我們新竹縣的公共運輸能量。 那,在教育的部分,前瞻教育新格局,我們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所以,新營希望針對我們中央政府,能夠依據財政收入的成長。 只要財政收入有成長,我們來爭取提高全國教育經費,編列下限,能夠提高1%。 中央的這個總預算,提高1%就是300億,300億,來挹注在我們的教育經費上。 所以,我們新竹縣也有很多的中小學,目前校舍非常的老舊。 那,所以呢,需要新建、重建或改建的,我們都需要中央來挹注經費,才有辦法來實施。 所以我們要讓老舊的校舍,讓它看起來更新更亮。 那,對於呢,很多學校,目前也希望能夠有活動中心,風雨球場,或是操場跑道的整修,這些都需要中央經費的協助。 也需要有經驗的立法委員來爭取。 那,再來我們很多的教學設備的更新,例如我們學生的樂器,圖書的採購,還有活動中心教室的冷氣的增設, 以及資訊教學設備,單槍投影設備,多媒體設施,以及各項的體育器材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要來爭取經費,充實教學的設備跟設施。 那新竹縣的高中,這個大家都了解,我們非常需要,也很急迫,我們要增額,增班,還要增校。 所以新營會在中央積極地來爭取我們新竹縣的國立高中,那能夠在113年,我們能夠來增班,增額。 那也要爭取在新竹縣能夠再設立一所國立的高中職,那落腳在新竹縣。 過去20年,整個的新竹縣只有增加一所的高中,就是六家國中,變成六家完全中學,六家高中。 那時候也是新營上一次擔任立委的時候。 那這一次再度進到立法院,我要繼續為我們新竹縣的教育來努力。 那我們也會配合縣政府來爭取我們現有的六家高中,虎口高中的增班,還有文新國中改制為完全中學。 這些經費我們都需要有一位有經驗的立委在中央來爭取。 那我們在前瞻教育的部分,我們也希望能夠來推動智慧校園,來優化我們孩子們英語的學習環境,以及增加更多的國際教育資源。 另外,新營也要為學生,學子們爭取學貸的免利息。 因為我們無論是在學的學生或是畢業開始還款,我們希望利息能夠由政府來補助。 那讓給學生最大的還款的彈性,也希望這個學貸是能夠真正幫助到所需要幫助的學子,以及年輕人。 那對於我們的老師們,我們也希望能夠穩定教師的福利,還有待遇。 所以我們應該依據國家的財政狀況,物價波動,以及民間薪資的水準,我們來適當地來調整提高教師的終點費,導師的津貼,以及特殊教育的職務加級。 那另外呢,在過去,這個軍公教年金改革,違反了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所以新營進到立法院,也要為軍公教來平反。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呢,應該要好好的照顧我們軍公教,不應該違反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那最後,我們在前瞻教育的部分,我們也希望呢,能夠重視技職教育的就學環境。 我們要來優化技職的教學環境,那培養實務的技術人才。 讓我們新竹縣的學子呢,不管升高中,升這個技職學校呢,都能夠有很好的出路,很好的選擇。 另外,優質生活新時尚,現代人呢,非常的重視我們生活的品質。 所以呢,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新竹縣,增設,全靈化,老中青,三代,都適宜的全靈化共融式公園。 那這個共融式公園呢,有小孩子可以玩樂的,有這個青壯年,大家可以運動的。 也有對老年人友善的設施。 那再加上我們各鄉鎮,都非常的希望有特色的公園。 各種特色公園的這個興建,目前都非常的欠缺經費。 所以,新營希望在中央,來為大家來爭取,讓我們有更多更好,更有特色的公園,還有親子館。 以及呢,我們希望能夠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讓我們的民眾呢,不管晴天雨天,都有很好的這個運動環境。 籃球場,雨球場,這個網球場。 那以及呢,健身的運動環境。 那另外,我們新竹縣,有各個鄉鎮,都能夠建置這個休閒步道。 讓民眾呢,能夠親近大自然。 讓我們能夠有很優質的這種生活環境。 所以包含我們新豐的河堤步道,新浦的河濱公園。 還有我們奉旗步道。 我們能夠把這個道路,各種設施能夠建置的更完善。 那包含瓊林石潭的河濱公園整治。 瓊林秀湖村的鴨花步道延伸等等。 讓大家平時休閒,都能夠就近,能夠有很好的去處。 那在這個生活民生方面呢,我們現在各鄉鎮都非常的, 還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欠缺自來水。 這就屬於偏鄉地區。 那在我們第一選區,也有很多的鄉鎮需求。 徐欣寅在過去擔任立委的時候,我就爭取過, 有史以來最多的自來水沿管經費。 所以這一次再度進到立法院, 我們要把尚未有自來水的很多的地區, 我們來爭取,讓大家能夠有最好的民生用水。 當然,我們也希望呢,加速石門水庫到新竹聯通館工程。 讓我們新竹縣的鄉親,可以喝到石門水庫的自來水。 那再來,我們很多地區有需求推動電感的地下化。 那這個部分,新營也會跟台電來溝通,來協助。 那新竹縣呢,在瓊林、關西、新埔, 這個有許多的山區都非常需要野西整治的經費。 建置合體,以及水土保持經費。 那也是民眾居住的環境。 所以新營在這一塊,過去有經驗, 未來也會持續地來為大家爭取。 那在新竹縣還有很多的村裡, 都還沒有活動中心或是集會所。 那這個部分,新營過去擔任立委的時候, 也是有經驗。 我們為新竹縣爭取了非常多的集會所中央的補助經費。 那包含修善。 所以在未來,這個部分,新營也會持續地來協助。 已經找好有地點,有計劃的集會所或是活動中心。 那在我們第一選區,也有很多的市場。 老舊,需要翻新,需要整建。 所以為了讓大家有更好的買菜的環境, 我們也會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協助市場的更新。 好,再來就是要談到我們魅力觀光新氣象。 新竹縣,有山,有海,有漁民,有漁業。 也有很多的農田跟農民。 所以在海的部分呢,我們希望來爭取 我們新豐的波頭漁港, 波頭漁港能夠擴港。 那讓更多的漁船, 目前只能停留70艘, 我們希望能夠有100多艘, 能夠讓漁船好停靠。 那我們也要爭取設立, 農漁產銷交易中心。 讓我們漁民的產品, 我們農民的產品, 有一個產銷的地點。 也可以讓民眾買到最好, 最棒,最優質的農漁產品。 那在我們海岸的部分, 我們也能夠來發展海岸休閒觀光。 所以串聯我們新豐的紅樹林, 竹北的水月休閒農業區, 新月沙灣等等, 來活絡我們濱海的海岸休閒觀光。 那我們在農民的部分, 我們希望農產品呢, 像我們新豐有西瓜, 我們新豐有柿餅, 水梨, 桶甘, 我們瓊林有番茄, 關西有仙草, 蘿蔔, 還有很多自製的農特產品。 那我們希望能夠結合多元化的休閒農業觀光, 帶動整個地方的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協助我們農漁民的產品, 能夠進入到六都的行銷平台。 六都人口多, 他們需要產品。 那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農漁產品, 我們進入六都的行銷平台, 幫助我們的農民能夠行銷產品, 而且可以賺大錢。 好, 那再來就是很多的健全福利, 貼心福利, 新贏家, 我們立法委員, 代表著大家到立法院, 我們就是要爭取大家的福利, 而且在中央能夠立好法、修二法。 所以我們希望為大家爭取, 提高育嬰留職津貼, 還要爭取我們小孩子, 就讀公立、非營利、 準公共化的托嬰托育幼兒園, 月費一律全免。 我們就讀私立機構, 每個月可以補助一萬元。 那我們對於婦女的福利, 我們希望能夠給予職業婦女彈性工時, 或遠距工作, 同時推動職場對女性更平等的 績效考核制度。 對於青年人呢, 我們要支持青年創業。 所以呢, 提供輕創基地、輕創貸款。 那在農漁民的部分, 我們希望老農, 對農民來說, 我們老農今天呢, 我們希望爭取每個月一萬元。 我們也希望對於農漁民, 來協助建制缺工的人力這個平台, 來解決農漁民缺工的問題。 那我們已經很久, 對於這個工糧收購價格, 還有這個亭冠修根補助, 以及綠色環境給付, 已經很久沒有提高了。 所以新營要去中央, 為我們的農民發聲。 那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地方, 可能特定農業區, 也需要這個部分的解編的部分。 還有我們農地, 有這個農民, 非常需要興建農社, 但是被層層的法令限制住。 所以新營會為大家到中央, 來發聲。 那再來呢, 我們也希望新住民, 我們讓新住民的懷孕, 全面納入健保, 打造就業平權環境, 為新住民開設高階的職訊班。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福利, 也許今天沒有辦法全部講到, 但是呢, 我們都會來做。 徐欣營一直跟大家站在一起, 了解大家的需求。 所以我們只要是大家需要的,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我們就是我們民眾的代言人。 好,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中央能夠立法守護, 我們也要進行稅制改革, 來調降房屋稅, 自助稅率從1.2降到0.6, 同時檢討各項不合理的賦稅, 予以減稅。 那大家一路以來呢, 相信都看得到, 徐欣營的努力認真以及政績。 大家也熟識徐欣營。 所以這一次的立法委員, 要懇請大家支持2號徐欣營, 敬請大家記事, 立法委員, 求生贏, 認好,認好的徐欣營。 拜託大家, 支持2號, 2號的, 立法委員, 郝酸林, 徐欣營, 拜託, 拜託, 拜託,拜託。 拜託, 拜託。